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美东成功种植西红柿的过程 在美东地区西红柿需要在三月初的时候开始育苗 育苗盆中的西红柿苗在移栽前要经常拿到室外 让它适应室外的环境 移栽后的西红柿我们每隔两周试一次肥 我们这里用的肥料是自己制作的有机液体肥再加上溶解的积粪 6月中旬的时候西红柿开始开花了 美东6月7月天气非常炎热 这期间也是西红柿生长最旺的时期 确保西红柿的营养和水分充足是非常关键 我们这里用的塑料膜能防止水分的蒸发 我们这里用的塑料膜 预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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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红柿营养丰富 能够用于各种菜肴 用西红柿来干炖牛肉 味道特别鲜美 我们收获的西红柿 又用食品搅拌机打成泥后 熬制出美味的西红柿酱 熬制出的新鲜西红柿酱拌到意大利面中 味道非常鲜美 谢谢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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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